今天是泰国大选投票日前夕 所有的竞选活动从傍晚开始必须停止 不过新闻网站以及各社交媒体 持续跟进报道和分析 在这一届大选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台特派曼谷记者聂国会报道 泰国这家电视台的新闻频道 除了制作传统电视新闻 也设立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 公司在Facebook设有两个账号 其中网络组的用户超过一千万人 随着越来越多人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 了解选情 线上新闻报道必须更频密 呈现方式也必须轻松易懂 这位电视台新闻主任说 虽然不清楚社交媒体将对这回选举 造成什么影响 泰国人关注网页浏览量和直播视频 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三年前设立的时政网站 是最受当地年轻人欢迎的网站之一 他们的读者群年龄介于20到34岁 Facebook用户约80万人 为了让选民更容易掌握选举消息 网站制作各种视频和信息图表 方便他们阅览 大选宣布前 网站的浏览量每月平均为750万次 但现在已上升到1000万到1200万次 今天是投票前的冷静日 从傍晚6点开始所有政党都不能进行任何的竞选活动 大部分的候选人都留在家中 一部分则在党总部做最后冲刺 选举官员则忙着在投票站做最后准备 以确保明天的选举顺利举行 新闯明新闻记者聂国威曼谷报道